也是为了推广庙宇文化传承宗教民俗活动 宜兰施工所和宜兰冬月文化促进协会 共同办理了旧城冬月艺文节的系列活动 10月16号和17号两天将在宜兰冬月庙举行 内容包含了庙宇导览、药签小旅行、神匠体验营 七爷八爷公仔彩绘的亲子活动等 欢迎向今永悦来参加 民进党全国宗教委员会召集人江永和 特别代表总统蔡英文赠送莫宝给宜兰冬月庙 感谢庙方积极推广庙宇文化以及传承宗教民俗 关心了我们这个文化活动 很多是我们总统府可以同时到我们这个宗教活动 让宜兰市的文化座继续可以推荐到我们国众的民宿活动 在这代表总统蔺 感谢我们妙方今天的真实的状态 把这个莫宝由我们工市长的亲身来 跟民主委的亲身来接受 疫情趋缓 宜兰冬月庙再不影响防疫的原则下 举办旧城冬月逸文节 规划七爷八爷公仔彩绘 大小将军着色比赛 以及庙宇导览 神匠体验营等文化活动 就能够回馈市民朋友免费参与 有多年以来 不简单 有这个聪副的末保来这里 赞助 赞助我们这个共产 非常好的共产 我们这个办这个 当节旧生 旧生当节旧文节 每一年都会基盤 非常感谢 大家可以尽量来 参加来传承 这些意义非常好 自從我們宜蘭可以把文化團結合成立後 就很用心去推電文化 宗教信用團成的工作 所以每一年的舊城東域一文節 可以扮到非常精采 所以我們今年 我們也在16、17這兩天要去基盤 也要邀請我們所有的鄉親士大 我們帶到小孩來參加 我們這項很有意義的宗教團成的活動 市長江聰淵指出 宜蘭東越廟主是東越人聖大地 是陰間最高的司法神 他的神格和慶典方式 都集聚歷史意義以及特色 舉辦舊城東域一文節 期望為地方帶來平安 並永續傳承神將文化 尤其現在疫情慢慢降溫 這個降溫我們基盤文化活動 結合親主之間的一個很重要的 傳承意義 有一個有偉大的 也有彩繪 也要親自來體驗 還有也要握大身紅 這都是很有意義的文化活動 所以你這邊 我們十月十六 到十七 就是拜六星特別要來基盤 在這裡希望大家共同推動 可以讓我們這次的文化節 基盤後很順利 舊城東域文化節 戰戰戰 藝蘭新聞記者 賴胡馨採訪報導